同學們早 今天開始要上跟Cancer相關的幾個機制 第一個遇到的就是Cell cycle Cell cycle你們之後如果要去國中高中教學的時候一定會遇上的 所以今天我會把你們普生上過的Cell cycle部分先複習一次 然後再上比較深一點會跟研究比較有一點點關係 在那之前我們先看一下期中考 其實沒有考的像小考那麼好 本來預期就會這樣 不過我覺得考的還不錯 因為裡面有一半都是新的題目 那平均大概是65.7 最高是82.5 再例子45 那全班都有考 那分部大概長這樣子 那其實有大概 我有進去算過大概有10題左右 是一半的同學都會答錯 那我選了幾題 我可能就是還蠻多同學答錯 然後我可能我沒有講很清楚 應該說我上課不會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們就不會寫 很簡單就是我上課沒有講 像這樣一模一樣的講出來的話 那很多同學就寫不出來或是會寫錯 尤其是這一題是最明顯的 那這一題大概是全班答錯率最高的 只有14%的同學是答對的 那這一題是 這個題目 我不知道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難看得懂 因為可能比較長 所以英文你就有點看 大家很多同學會用Google軟體翻 忘了去翻一下 是不是因為Google翻錯 我說你們都寫錯 我忘記看一下 那它這個題目的問題是 哪一個collagen上面的結構 是主要來決定 Determined是決定 vary structure 就是它collagen雖然我們都知道 它是glycine, lycine, protein的 這個三合體的repeat 但是collagen我說它很多種 對不對 那repeat只是其中結構 主要結構之一 所以collagen type1跟type2 到底哪裡不同 你們好像不會去特別去想這一點 那這一題就是問說 collagen這些molecule 它們中間不一樣的地方 主要是在哪裡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它就是結構的地方 會來決定它們中間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中間一樣的地方 就是那個alpha helical的地方 那這個絕對錯了 因為它是一模一樣的地方 所以如果選這個應該就是 上面題目皮幹有點看錯這樣 那n-terminal跟c-terminal 它的propeptide的地方 它們記不記得就是這個procollagen 被送到細胞外的時候 它的前後其實是要被切斷 所以它有n-terminal跟c-terminal 其實要被切斷 那不太會影響到 它真正在有功能的那個結構 所以你用排除法的話 這三個就排除掉 其實就只是它那個中間 non-hidical domain non-hidical domain 上面呢我上課的確沒講 但是假如說這題你用排除法 排一排呢應該答案就會出來這樣 那所以下面這幾張ppd 我把這個n-hidical domain 再跟同學們稍微說一下 就是college呢 有n-terminal跟c-terminal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代收擺放 因為它要covid linkage把它固定住 那這個hidical structure 才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這個hidical structure 它還沒有跟其他的polypacti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都在細胞裡頭 那這裡呢是alpha-hidical region 大家都一樣 它才是它真正叫做college的地方 大部分college的主要結構 都有這個alpha-hidical 它才有辦法排排隊 或是做其他的linkage 那這邊呢這個叫做n-hidical structure 我不喜歡這個圖 但是這個圖是畫的最漂亮的一個 這個圖它只畫這裡是錯的 其實是這邊整個都叫做n-hidical structure 這個也是外面就是這個虛線外面 這裡也叫做n-hidical structure 其他的就是n-terminal n-c-terminal跟polypacti 那有的刻板會叫這個叫n-hidical structure 有的會叫做telopacti 下面有寫個telopacti 都是 只是 再講一次喔 就是這個圖有點畫錯 應該從這裡畫到這裡 那當它這個procology 被送到細胞外的時候 它前後會被切掉 就是從這個n-hidical region切掉 它會從這裡切 所以n-hidical region 在mature的college裡頭 會有一小段在裡頭 然後被切掉 那裡也會有一小段在裡頭 這樣可以 那如果你去考研究所 或是考其他的考試 問到college的時候 通常會像這一張PPT一樣 就是說跟你講說 這個n-hidical在這裡 到時候你就看 它如果是單選提選最好的話 它只有這個選項你就要記得打勾 但是真正它其實外面也有 這樣可以 就是你們去考試的時候 或者你知道裡面的選項 沒有一個是你最滿意的 那你就選一個 裡頭看起來是最合理的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不同的college 像這個是α1 α1x 然後這個是college sex 那中間這粉紅色的就是 α1-hidical的地方 那其他的都是 non-hidical的 那個structure 像這個就會有其他的結構在 那這樣就會讓他們有不同的 就是在HSL metric裡頭去扮演不同的角色 因為它可以執行不同的功能 然後這兩張我是從網路上寫的 假如說你想要看就是比較詳細的內容 你可以去這個網站上去看一下 那這一題呢很多人顯錯 因為全部的答案都要打勾 所以大家會嚇到 以為我好像 嗯 又在騙你們了 欸 這 這 我這題是不是你們去年沒考 對不對 我記得你們沒有這一題 不知道為什麼 主發起想放的那一題 就全部人都不會學 來這一題呢 是問什麼是 focal addition的 就是哪些 下面的敘述哪些 有關focal addition是正確的 都正確的 全部都正確 你們可能全部都要打勾 你們就會嚇到 所以我再猜 大部分同學這一題 哪不好就是 他覺得 我這個陷阱應該只有三個隊 或是只有幾個隊而已 好 雖然說他是副選題 所以副選題的時候 你就要看得比較詳細一點 期末ocal 我還是會有副選題 我會放少一點 因為我發現 你們會卡在副選題的時間 卡很久 所以我期末考副選題 會盡量少一點 那這一題很多人說 說畢考題 那每一年我都是問說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那今年我想說 換個方式來寫 結果就很多人就寫不出來 前面就是identified structure 哪一個結構呢 是主要在epithelium 去變成一個 sheet可以變成一個管狀 你想想看 身體裡哪些地方有管狀 然後是epithelium去把它 去把它就是組成的 或是上課講很多次 但是我如果沒有這樣子做 你們完全會把它拿來應用 消化就是消化道 對吧 呼吸道 這些都是 因為你都是epithelium lining 然後它都是一個 這個tube的結構 所以它上面有什麼結構很重要 它的tide junction很重要 因為它要阻擋外面的進去裡頭 所以 因為它是個tide junction 所以它這個地方 會有那個拉力 然後綁 主要從這裡跟下面 ahedion bill也會有一點點貢獻 acton也會有一點點貢獻 而且幫助它去形成這個 所謂的tube管狀的樣態 這樣可以 所以你就想想看說 tubular 管狀的這種身體的結構在哪裡 那這裡面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去推 這裡也蠻多的 大概有16%的同學答對這樣 所以這幾理由都是我覺得 同學錯的比較不可能 因為我上課不會直接講的時候就會錯了 那這個其中考檢討 我有掛在學校的原端學院 我也有放在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去看 其他幾題喔 我下禮拜回去再仔細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為什麼會錯 我再把它拿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如果有發現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今天這個 seal cycle的部分呢 我建議你可以 你如果忘記 基本的seal cycle 建議你先看cambell 因為我覺得cambell的seal cycle 覺得還不錯 其實我今天裡面很多東西都從cambell來 然後cambell的話我記得是12張節目 記得不是太清楚 那那本essential是在18張 這一本寫得很簡單 你如果未來是要去教國高中 你看這個就夠了 但是你若要去考研究所 這個絕對不夠 這樣可以 真的是落差還蠻大 然後這一本的進階版就是這個 這本Albert 就是這本Malikovagum的seal 那他寫得比較多一點 Londich也寫得比較多 那今天的課文蠻多 都是從這一本跟這一本來的 Campbell其實也蠻多的 好 那seal cycle呢 我們會就是 你之前普生認識的seal cycle 我會跟大家再說一次 有一些我不會說得很詳細喔 那Malikovagum的四個face 你自己就是要知道 那我就是這樣蜻蜓點水 這樣點過去而已 那我會做課只在三個 就是實驗方法 就是seal cycle是怎麼做實驗的 那從seal 這幾個seal 實驗方法 一個是用生化的方法 再去研究seal cycle 另外幾個是 用genetic的方式來研究seal cycle 那從這幾個 研究seal cycle的方式呢 你就會去比較知道說 他的seal cycle 調控的重點在哪裡 調控喔 然後調控不好的時候 為什麼會變成癌症 然後假如說你要 從seal cycle的這個角度 要去設計藥物治療的話 你要從這些實驗方法下去看一下 那一開始 我們要介紹有名的 他沒有得到諾貝爾的獎 他叫做Rhodolf Virchow 那Rhodolf Virchow 他是個德國的病理學家 那seal cycle為什麼要介紹到他 因為他提出了一個理論 叫做Omnus Cellular 那是德文的不是英文 他的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細胞都來自細胞 就是最一開始 那個seal cycle的概念 就是從他的這個 Fundamental Law of Biology來的 那1855年就爆炸一點 不過呢 他有一個 這個Rhodolf有一個 有一個好處 他就是 他會把他研究的成果 寫成一本書 或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給你 你就會知道說 這是他的貢獻 所以你的 你如果之後是要念研究所的 或者是以後要做研究 當一個科學家 你所有的研究記得 都要用兩種方法 讓他讓全部的人知道 人家才知道說 這是你的研究 一種就是寫出來 就是為什麼發表 那麼很重要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要去演講 到處去講給人家聽 人家才知道說 這是你做的 所以這兩個技能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生物系的課 就是會訓練你怎麼上台去演講 然後如果要寫的這一塊 你可能就是 借著大專生計畫 在寫的時候開始練習 因為把你的研究成果 寫成一篇 人家看得懂的論文 我覺得那需要一些練習 我又講差了 那為什麼這個Dr. Virchow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概念主要是那時候 因為他是病理學家 他是第一個發現白血病的科學家 什麼叫做白血病 就是那個白血球異常的增生 然後裡面的結構長的怪怪的這樣子 然後他所有的這些病理的研究 都是透過顯微鏡去觀察 所以觀察 生物系的同學 就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觀察很重要 仔細觀察 就是隨便看一看就好 這樣 然後他就發現了 這些有病態的這些細胞 其實都是來自之前是好的細胞 然後他反正 那些好的細胞呢 依照這個個體的成長的時候 或是修復的時候 這些好的細胞也會去新增 新增出來的好的細胞 也是從他自己原來的細胞就要買的 他不會平白無故 從什麼都沒有掉 突然冒出一個細胞來 所以他的 這是他的一個害怕的什麼 講說 他沒有去驗證它 然後他全部都是觀察發現 然後發現出來 他就觀察到說 這些壞細胞都從好細胞來的 然後這些好細胞變多 也是自己好細胞那邊來的 然後他那時候 有他看到的那些染色體 他也想講說他是Cramatine 但是Cramatine這件事情 他有提到 但是他沒有把它寫在論文裡頭 也沒有說這是怎麼來的 一直到後面 我們等一下講Seal Cycle的時候 另外一個科學家Fleming 他把他確認又給他定義這樣 所以細胞來自細胞 這本書跟他的 他的理論都是一個假說 他沒有去印證它 所有的假說都是觀察來的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所謂的Seal Cycle 就是一個細胞變兩個細胞 灌好壞 一個細胞變兩個細胞 兩個 就是Seal Cycle 那還要分開喔 一定要分開 那分開的這件事情叫Seal Division 像我們會學很多英文單字 你以為你聽過你學過你會 但是他定義有點不一樣 他講的事情就是不一樣 剛剛講一個細胞變兩個細胞 叫Seal Division 就是Seal Division 所以很多課本上都會講 Seal Division的功能是什麽 那這一個我記得是Kennfeld Seal Division呢 它是一個 Acessional Reproduction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對Reproduction是有貢獻的 然後呢 在早期的胚胎發育 胚胎很小 怎麽樣變成一個很大的個體 那需要增加很多細胞 所以Groshen Development 也需要靠Seal Division 那你這個個體長到一個成人之後 你就不會一直在成長 那要是不小心受傷 那這個受傷的地方 怎麽去修復 那修Repair跟Renewal 這也會用到Seal Division 把那個就是壞掉的地方做修復 然後或者是缺乏 所謂缺乏就是它因為可能老化 然後就凋亡沒有功能 那會有新的細胞會出來replace 這個沒有功能的細胞這樣 這個叫做Renewal 這個叫做Renewal 所以Repair和Renewal不一樣 不一樣 他寫的時候就是要小心一點 那下面就是幾個課本上圖的例子 那我們看Seal Cycle Seal Cycle Campio應該學過G1S G2N 都會背 那它是細胞的一個生理時鐘 那你也可以把它看作 The smallest unit of life 生命的最小單位 就是一個Seal Cycle 你也可以這樣看它 那只要是活的個體 Living things 它必須要reproduce 所以你必須要走Seal Cycle 然後你才辦法reproduce這樣子 那Seal Cycle 就是四個major faces 名稱 英文 自己要記得 我會建議中英文都要背得很熟 不是只有英文 或是中英文 中英文都要背得很熟 那Seal Cycle 所以我這四個face 每一個stage 它有它的功能在 像G1你就知道是Seal Rose 然後它會double 它的organil 主要是要為了它要做DNA Synthesis來準備 那在Sface就會開始去做DNA Synthesis 所以呢 你的DNA replication啊 跟Chromasone相關的複製這邊 就會比較旺盛 然後G1它主要就是產生出 你下面這裡要 需要去執行DNA replication的那些蛋白質 G2呢 你複製完之後 因為一個細胞要變兩個細胞 那inheritance就是遺傳的這些因子 你在這裡複製完的 那那個要分開之後 那個身體要長肉肉 那個身體也需要的那些肉肉 大概就是在G2這邊把它長出來 所以這是second phase of growth phase 主要就是protein needed for cell division M phase也是做metosis 那整個G1SG2 M呢 這四個phase的時間呢 最短的就是metosis 那這邊有metosis跟cytokinesis Cylo cycle一定要走到cytokinesis 才叫做Cylo cycle結束 你如果這種metosis 你沒有cytokinesis它沒有結束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 那metosis這個face 我只講face 我不是講metosis這件事情 metosis這個face呢 大概以一個mameleum的一個細胞 就是哺乳動物的細胞來講 它大概是如果這個是0.5小時的時候 那以這個如果0.5小時來看 你的DNA census會大概跟G1S會很長 它一個大概9小時一個要10小時 那G2 phase通常會比G1它還短一點 但是每個細胞不一樣 每個細胞的每一個cell cycle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看每個細胞cell cycle的時間呢 就是一個細胞變成兩個細胞的時間 所以你做實驗的時候就要讓你算細胞 我今天早上8點算有幾顆細胞 我明天早上8點再算這一盤裡頭幾個細胞 或者是今天早上8點我算有幾個E.coli 然後明天早上8點我再算一下E.coli的OD值 你就會知道說你大概有幾個細胞 那在bacteria就是大腸感菌來講 1變成2的時間是15分鐘 它很快 那通常我們的mameleum的細胞 1分成2的時間大部分就是從 就是20幾個小時到48個小時都有 那比較快的通常 就是特殊的結構它會比較快分裂 像小腸黏膜那些的 然後有一些癌細胞也會比較快 癌細胞有時候分裂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不同組織的細胞 它細胞分裂的 不是細胞分裂 cell cycle 一個cell cycle的時間 會每一個組織都不大一樣 那我其實也分不大起來 大部分的cancer cell 大概都是24到30個小時之間 大部分的cancer cell 然後它的counter part的正常細胞 就是譬如說我是大腸的上條體細胞 正常的話可能是30個小時 然後大腸癌的細胞 那可能就是24個小時類似像這樣 就會通常cancer cell會比較快 就是時間會比較 一個cell cycle的時間會比較短一點這樣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cell cycle 這個概念跟這個理論 它到底是誰 誰幫助在我們的腦袋裡 那這個科學家叫做Walter Fleming 那Walter Fleming 他也是個德國的生物學家這樣 他比那個Virtual大概 他們兩個年紀差不多 他們兩個年紀其實都同一個時代的人 然後他的貢獻除了cell cycle之外 你看他的cell cycle真的晃了 真的是他晃了 那除了他 所以你會知道說他的cell cycle 全部都是也是觀察 觀察細胞 但是他比Virtual好的一點的地方就是 他把這些染色體染色 所以他才叫染色體 就是把細胞拿去染色 染色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裡面 核裡面的物質呢 在cell cycle的時候有不同的變化 然後他才有辦法特別把它畫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他在生物界來講 他是一個發 應該說做細胞染色的一個起始者 就是發明後就發現這個細胞染色的人 那他是 他算是德國人 然後他在捷克 他叫捷克斯拉夫 他在捷克斯拉夫 他在捷克斯拉夫 他在捷克斯拉夫念大學 他在捷克斯拉夫念大學 然後他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就開始 他大學畢業後也在那邊任教 然後就拿了一個叫本安的一個化學藥劑去染色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核中間的東西呢 會呈現非常的 會有顏色出現 他叫肥子 是比較試鹼性的顏色會出現 然後他把這個叫做 會被染色出來的結構 這個結構他把它稱作chromosol chromosol chrom意思就是顏色 那SOMSol我們都知道是body 所以是有被他染到的那個結構 就叫chromosol 他就這樣把chromosol定義下來 然後所以他也去定義的 剛剛Virtual講的什麼叫做chromosol 那裡面的物質叫做chromosol 他剛說是這樣子把它定義出來的 然後他發現這個chromosol很有趣喔 這cell cycle1分成2的時候 中間這個物質會平均的分配到兩邊裡頭去 這是他發現的 然後他把這個叫做mitosis 他也是他說的 所以這個定義1變成2 這個定義也是他把它定義下來的 但是他 這mitosis這個字 mitosis mitosis mitosis這字其實是希臘文 表示是線的意思 就是這個線 他把這些仿錘領把它秤出這個線 所以有這些線的一些現象 他叫做mitosis這樣 他那時候不知道說 孟德爾 孟德爾1822 孟德爾也是他 他這個年代的人 他跟孟德爾不熟 他可能也沒去參加研討會 那沒什麼交往 所以他不曉得孟德爾有一個孟德爾定義的遺傳物質 然後遺傳的模式 假如說他那時候跟孟德爾很熟的時候 這個cell cycle跟那個 這個基因的一個就是這些遺傳物質之間的連結就會比較早被人家發現 但是他那時候不知道 不認識孟德爾 也不曉孟德爾 所做的這些研究這樣 所以他沒有那個connection 就是跟這個cell cycle這個現象 沒有跟遺傳這個領域去做一個結合這樣子 那cell cycle的主要呢 像依據flaming他那時候的看到的現象 他就分成兩個 一個叫做interface 一個叫cell division的m-face 我們叫它m-face 那interface包括了geronSG2 這個你們都應該知道 他背起來了 這個真的要背起來 不要說我這個來換課 我就不行 這要背起來 那cell division這個m-face 包括兩個重要的機制 一個叫periokinesis 一個叫做cytokinesis 後面都是periokinesis 什麼現象 前面這個叫做cyto 這個叫cario 那eukerio跟procario cario這個字就是核 對吧 這是核分裂的現象 這個是細胞值 cytoki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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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 order 我們又可以來 就是很簡單的這樣 那我們平常講的m-face 或是m-face 我一直講 我們都是講這個 Cytokinesis 通常都會被我們給忽略掉 那在不同的課本 會跟你講說這個 cario-caninesis裡頭 大概會分幾個step 通常客人 或者是普生會跟你講四個face 那比較 比較 比較進階一點的客人 他會跟你講說五個face 那我們先 從你比較熟悉的四個face來講 去proface metaphace enaphace 跟tiloface 請你務必 英文要備手 順序不要被顛倒 很簡單 pro都是什麼什麼之前 pro是最開始的 tilo一定是最後面的 像tilo near tilo這個字 tilo這個字 你就記得 這是最前 這是最後 那中間meta 就是中間的那個metaphace enaphace 你比較不容易記 沒關係 你就把那個 那個at寫在這裡 有沒有 叫p-man 我背都是這樣p-man 你下次就a 就知道說他會在哪裡 一開始 但是你如果對他不熟的話 你就把他的字的 頭的那幾個字拿來背就好 proface metaphace enaphace tiloface 請你要記得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每個face 回去你自己忘記了 對他不熟的話 回去再翻一下cam 那g1他是 雖然說是最長的face 但是在每個不一樣的細胞裡頭呢 他的g1face的長短也不一定 不一樣長這樣子 但g1face有兩個地方很重要 一個就是呢 他是決定你是不是要走sale cycle的時候 你決定要不要 他開始走sale cycle 決定的地方不是在nface 決定要不要開始執行sale cycle 在g1face 那另外一個呢 在g1face呢 還有一個附帶的那個小朋友 叫做g0 g0face他不在sale cycle裡頭 他不在sale cycle裡頭 他寫個g 他是g1的附屬品 就是說你這個細胞呢 如果今天不是在sale cycle的時候 那你應該去哪裡 不是去死 你就是去g0去休息一下 你把它想成他就是在那裡 休息的地方 他的中間站 所以細胞不走sale cycle的時候 他就在g1face 那細胞在g1face幹什麼 很多事情他可以做 等一下會稍微看到 他會做主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沒事做 就是quiet 很安靜的在那裡 很安靜的在那裡 不敢發聲音 那有的呢 時間久了 他不敢發聲音的時候 他在裡頭慢慢會衰老 最後會死亡 會凋養 這樣 所以那些事情都不在sale cycle裡頭做的 都從g0之後 從那邊跑出去了 那你如果不是很安靜的quiet神呢 你也不是在那裡衰老了 你可能還在發育階段 那你又不在sale cycle 他有特別的功能 叫做分化 分化 分化呢 就是有些細胞呢 尤其是像幹細胞 他通常就是會快速的分裂 但是幹細胞要幹什麼用 他要分化成特殊的細胞 一個組織裡頭 他有很多不同的特殊的細胞在 以小腸組織來講 他就會需要上表皮細胞 他也會需要一些血管的 微血管的細胞 對吧 所以這些細胞呢 或是幹細胞 他要開始去 長出來之後 他要去分化成他的 譬如說上表皮細胞 那這個過程叫做分化 differentiation 這個字要記得 記得記得再記得 所以如果 如果 在做實驗 是要做幹細胞的分化 拜託你喔 你的細胞 一定要不能讓他走cell cycle 你如果讓他走cell cycle 他就沒有辦法分化 那通常會用 把他餓死這樣 就是不給他營養 讓他餓死 他就會不分化 或者是用藥物 去幫他抑制他的cell cycle 他才有辦法去做分化的動作 這是G face 那這邊還有寫G2 face G2 face G2 face是short and last variable G2 face呢 在不同的細胞裡頭 他們的時間長短大概都會比較差不多 要做的事業比較差不多 但他就是一定是比G1還短 那S face是DNA replication DNA replication DNA replication 不是在分身的時候 上過 可能就不再 不再多講 DNA replication的部分 DNA replication 它的Marble機制 你回去再翻一下 那個很重要 幾個在生物學上 很重要的機制 Metosis就是其中的一個 就是十大重要方線之一 那你 我上生的時候 我們老師這樣跟我講 我也現在跟你講 這Metosis裡面的機制 然後它裡面的專有名字 你真的都要記得 它是幾大生物領域裡頭 你必須要知道的一個現象 那DNA replication 你必須要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我就不再說明太多 你要記得就是 它的這個Replication的一個機制 是Semi-Conservative 那什麼是Semi-Conservative 什麼是Conservative 什麼是Disperse 自己要知道 Conservative就是 它複製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複製 Semi-Conservative 它一定要兩股要分開 每股自己去複製 叫Semi-Conservative Disperse呢 一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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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 那個裡面其實 細節你們自己再去看一下 這細節我在分身的時候 有跟大家稍微講過 那這個是Metosis 和Store他們的實驗 用不同的 那個Nitrogen下去看 那個DNA它的重量 在 事關裡 用不一樣Density 去把它們區分開來 你就會知道說 它DNA Replication 第一次跟第二次跟第三次 大概有帶進了哪一些 Molecule 讓它的重量是不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它為什麼是叫做Semi-Conservative 我們在講Cell Cycle的時候 可能不太會去講 在Procarial這一塊 或者是植物這一塊 通常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你需要記起來的會像這樣 我會跟你講一下這樣 那這個是Bacterial Replication 或者是你可以叫它Circular DNA 如果是講Circular DNA的時候 連Plasmic Extrachromosome的Replication 就是Bacteria裡面它外面的那個植體 它的複製也是一樣的方法 那我通常喜歡用Bacterial Replication來說明 因為它會比較跟植體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Bacterial Replication呢 另外一個名稱叫做Dita Replication 主要是它在DNA Replication的初期或中間的時候 當它在開始做複製的時候 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看起來就像一個希臘字的那個Theta 所以它就說Theta Replication 那它也如果是以Plasmic 就是植體的這個概念 在看Circular DNA的複製的時候 它的另外一個名稱叫做Rolling Circle Replication Rolling Circle就是 像它複製出來的這個DNA 它是怎麼樣把它分開來 然後怎麼樣去做複製的這個滾動的動作 然後之後是怎麼分開來 那這個叫做Rolling Circle Replication 如果忘記的話翻一下那個Campbell 這幾個專用名詞 我都常聽過 也有很多人會 就是考試或特本會互相這樣用 所以你不要把他們都 都好像不認得 要以為他們是不一樣的東西這樣子 那這個Replication 記得回去要再複習一下 你看Rolling Circle Replication 整個 整個 所有的 就是 那些 molecule 分子 的Compbell 我們叫做Repisode 這個字 你都看到Repisode 就是 Replication 所有機制裡面 參與的那些 分子 然後蛋白質在那裡 運作 它沒有 它沒有 匡特別的時間 時段化 就是所有的東西 都拿 算進去 那你就要知道說 在前面的時候 它是怎麼分開 這兩個Double Strength 然後怎麼樣把它固定住 是靠Single Strength Defining Coating 這要記得 哪一邊是Leading Strength 哪一邊是Legging Strength 那Leading Strength Leading Strength Legging Strength 到底 其實哪裡不考 這個很重要 這經過 你去考那個 研究所叫分身所 他一定會考你這個 好 研究所 考分身所一定會考你這個 那用的DNA Promemories 是哪裡不一樣 你要知道 那 那個 尤其是在Legging Strength 這邊 我又忘記把它改 我有寫錯字了 這些 Ocasaki Primum 是怎麼樣結合起來 那原來那些RNA RNA Primum 或是RNA分子 到底是怎麼樣 不見 這都是小細節 但是這個都是很多奇怪的學校 喜歡問你的地方 所以你要稍微看一下 這是Replication for replication的機制 真的我覺得還蠻重要 真的回去你要花一點時間去複習一下 那 我們來看Replication是在 你的Regime One S 這個S phase這裡 好 然後 DNA複製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DNA複製的時候 所以 S phase如果是要做DNA複製 它的 所需要複製的這些 Reprication 這些Protin 這些Molecules 你一定要在Gene One的時候 就要產生出來 好 然後在Molecules 或是Uterial Cell的System 比較重要的就有這個ORC 就是Origin of Replication Complex Origin of Replication Complex 的縮形 然後 他們會去 這些Protin ORC跟MCN 還有Heather Case Loaded 他們會去找DNA複製的Origin在哪裡 Origin很多都是寫ORI 其實Origin 你如果看Bacteria 你如果看East 然後你如果看Human 好像都沒什麼人跟你講 那個Origin的真正名稱是什麼 大部分都會寫ORI 真的附近 那個區域這樣 在East比較明確 如果你們在大洲老師的時間 應該是應該知道 East 那個Replication Origin 叫ARS 這個是East 唯一很明確的被定出來的 然後你如果看跟Human有關的這些DNA複製的Origin 其實你看不到它有特殊的名稱 它就跟你講說DNA複製的Origin 然後你想要做 然後你想要做 這是Procarious System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最近新的研究 其實那個Origin的Replication 它有分Single Strain跟Double Strain的點 都是在那個ORI那一塊 所以其實雖然說這個是已經知道了一些理論 但是研究還是不斷的進行 所以有很多新的資訊出來 所以你們以後你如果做像ORI的這些研究的話 記得要回去看什麼是最新的研究狀況 你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在就Origin的那種知識裡頭 這樣有點不太好 那假如說在G1Face你開始做了這些東西 就是跟Replication相當分子都讓你製造出來 然後他去找了ReplicationOrigin的地方 就開始要去做了做上去了 這個地方叫License System Active License這些就是給你一個通行證的概念 你有了他們做在上面 你才有辦法去做那個Sales Cycle 他才有辦法進去那個S Phase 所以這是他License System Active的概念 那假如說License System已經被定位 就是這一些Machinery 或這些分子能坐在那個ORI上面 還沒開始動 他就是已經定位了 然後可能某一個關鍵的主角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啟動整個 譬如說HeaderCase要開始去分開了 那他就開始active 這樣懂 所以這個叫做Pre-Replication Complex Pre-Replication Complex形成的時候 就是License System已經開始active 這樣懂 那FCM就是Meaning Chromosome Maintenance Protein 那它裡面其實還蠻多那個家族的成員 假如說你對這個有興趣你再去看 因為我不想要把你們搞混 那通常我就會寫個FCM 它叫Meaning Chromosome Maintenance 它裡面很多很多很多成員在 都是跟Replication有關係 那有一些是跟在研究Cancer的時候 就是會跑出來的一些分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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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 Cycle调控的分子去把他抑制住的 像CDK跟Gemini 这些呢他会去 在譬如说在G1费 他还没有开始之前 他就先把所有的这个Cartbox 或者是你的Machinery 全部把他抑制住 他们要走开 这个License System才会有Active 所以这个是跟Sale Cycle Relation有关 我们到底是谁教他们要做这些事情 是怎么调控的 这个都很重要 为什么 你如果可以调控 那你是不是可以抑制Sale Cycle 那你就是有办法可以治疗癌症 所以为什么这一块Sale Cycle Relation 很多人在做研究 主要就是为了在严床上治疗癌症用 那这个Oreal就是 DNA replication在Ori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好像有讲过 就是它不是一个Sale Cycle 一个细胞 或是一条染色体 每一次一条染色体就只有一个地方 可以做DNA replication这件事情 它不是它可以很多不一样的Ori 不一样的Replication Origin可以去同时的复制 然后速度不一样 所开始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但是它会很多个像这样子的Aeroposal存在 主要是它这样子在S-phase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把这么大的Geno重新再复制一次 它的时间有限 因为它没有下 它大概跟G1差不多长 不过你想想看如果很复杂的这种Eucario的话 它要去复制一次 其实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是一个Ori 就是可以同时启动 主要就是在短时间内 可以把这个个体的染色体 全部都复制一次 那Mitosis呢 这边这是可能的 它就跟你说它Divide into 5 phases 5个Stage 刚刚讲过Pro-phase,Meta-phase,Ena-phase,Tele-phase 你就看它干嘛在Pro-phase跟Meta-phase上 这样给它集一个叫做Pro-Meta-phase 无聊 没有Meta-Ena-phase这回事 也没有Ena-Tele-phase这件事情 就很奇怪 但是很多课本 尤其是在比较进阶课本 它会跟你讲这5个Face 主要是它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染色体的时候 它的结构真的是不一样这样子 那这个是 我忘记 我忘记这是哪一个特本 我忘记对不起 那这个是Pro-phase 细胞核的样子 就圆圆的一个 然后这是Meta-phase 就开始不一样 所以Pro-phase,Meta-phase 真的就不一样 然后这个也是Meta-phase 然后这是Anna-phase 这是Tele-phase Anna-phase跟Meta-phase也长很不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定义的Meta-phase Meta 在中间 所以所有的染色体排在细胞的中间 这样子 那你看这个Pro-Meta-phase 跟Pro-phase 才有办法去看所有的染色体的核心图 所以 我会有一个Face 就是记得 就是它核心度 染色体的这个Nuclear 这个细胞核的这些染色体的样态 是跟其他Meta-phase跟Tele-phase 但是都长不一样 所以你才会多一个叫做Pro-Meta-phase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Face你回去 真的拜托你就是课本再看一下 我大概就是这样子整个带过去了 那Pro-phase Pro这个字是什么什么之前 Pro collagen Pro什么什么 这个Pro你大概听我讲都听到烂掉 所以以后看到这个字根 你就知道它带来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什么之前的意思 那这里有三件事请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你在学这种东西 等下说三个东西是visible curve 那表示说很重要 一个是chromosome condensation 会变得比较粗 你会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你会看到有spindle hybrid出现 而且染色体开始会去mind-regard 到两个头两个端端那里 那个你可能还会看不出来 那可能你染波片的角度不一样的话 你也可能看不出来 但你可以去找到spindle hybrid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nuclear membrane 开始fragmentation 就是开始不是很完整的那个核的膜 核膜开始会劣结 开始会有片段出现 这就叫做fragmentation prothest要记得 第二个是metaphase meta的意思我刚才你有说过是在中间 middle的意思 那在这里最最就是 它会有这个名称 主要就是这些染色体呢 全部呢都是会跑到细胞的中间这里 那这个中间这里叫做metaphase plate 最好 这个叫做metaphase plate 然后它会被拉去那里 主要是因为这些spindle fiber 把它们定位定在那里 spindle fiber做的事情 那spindle fiber呢 你都知道是从那个 这两个pore来的centrosome在那里 你如果忘记的话 回去再稍微看一下 那citoskeleton的那个章节 那这个是metaphase的染色图 你以为这好厉害 怎么可以染的这么漂亮 那你知道这是谁 microtubule 所以你就买一个 microtubule的那个抗品 上面接红色 这样可以吧 那这是蓝色的是什么 蓝色体都是DNA depie染一染就好 depie就是蓝色的 那上面绿绿的这一点一点的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跟spindle fiber结合的地方 不是结合就是会spindle fiber 跟染色体在那里手牵手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特殊的分子 然后它就只染那个特殊的分子 就会有这种一点一点的 就好像是NUC80的样子 NUC80的样子 所以你说想要 假如说原本是你的海趴的讲说推论 大概机制是这样子 那你要嘛你就是做一个生化的实验 把它呈现出来 要嘛你就是要眼镜为瓶 把这个东西染色 然后让大家看 原来metaphase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在人家订过metaphase的时候 我在念瓶声的时候 那时候绝对没有这种图片 但是之前的都是可以看到 像染色体的这样子的图片 那anaphase呢 metaphase完了下一个就是anaphase ana这个字是open的意思 也就是往上 也就是说这些染色体呢 会被往上拉到两个pore的那个方向去 就往上拉的意思 然后这边呢 canalic core呢 这个结构会把sister chromatin分开 它有讲过是个结构 不是一个蛋白质 它是一个结构 它是很多蛋白质在里头 那我们会一直用canalic core 以前以为是就这么一个分子在做这件事情 后来那个分身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才发现哇这里头很多东西 各有不同的角色站在里头 所以canalic core记得它是一个结构 那你的spindle fiber呢 它会shorten from kinetic core 也就是说spindle fiber 本来是跟canalic core是有个连结 然后它会从那边开始缩短 那它的另一端一定是在你的伸手手那边 就是你的pore那边两个极端 所以它缩的时候呢 你的chromatin就会跟着一起被拉到上面去 这样子去分开sister chromatin sister chromatin没有这么简单让你分开 所以canalic core跟spindle fiber在anaphase呢 靠着拉上去 拉的这个动作靠的真的就是 那个microtubial它缩短的这个动作 那跟它还有其他人等一下会看 那这个是chromosome 这是那个TEM 这是chromosome 那这个一丝一丝的就是你的spindle fiber 那这个是canalic core 我们在讲canalic core 所以这边全部都要矿起来 它叫做canalic core 那跟canalic core有连结的这些microtubial 这canalic core的microtubial 所以microtubial分两种 应该说这些spindle fiber有的是microtubial的 canalic core的microtubial 就是没有跟canalic core连结的microtubial 那这个绿色的这一图就是一个canalic core的结构 然后它会有an attachedcanalic core 或者是microtubial attached的这个canalic core 那像这个这边就没有microtubial 那这边就有microtubial这样 那你这边看的canalic core的分作 innercanalic core 靠近chromosome的这一块 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分子都是属于innercanalic core 然后跟在外面那一圈跟那个microtubial 有一些互动的那些都是outercanalic core的分子 在做很多分子 那canalic core我们在讲什么叫做canalic core microtubial跟attachedcanalic core的microtubial 讲的是这些都是从两个centroson这边过来的microtubial 直接跟canalic core有关联的 这叫做canalic core microtubial 像这些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这样会 其实你看在microtubial 那么多spindle5 人还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是没有连在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没有连在那个cromosome上面 要记得 microtubial长的方 它是polarized的一个结构 会变长的那一端叫positive n 所以它的minus n是在这个centroson这里 所以在canalic core这边 如果它是跟canalic core有关联的话 它在这边是positive n 是plusn在这里 那这个是电子显微镜 那这个是电子显微镜 然后依照这个卡通图 去把它标的那个位置跟结构图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canalic core 就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canalic core 这一边 这个是innercanalic core 我刚刚讲innercanalic core 是靠近染色体这里 然后外面这边是叫做altercanalic core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microtubial 没有完完全全的黏在染色体上面 没有 spindle fiber没有 百分之一百黏在你的DNA上面 完全没有 它是被人家拉住的 被谁拉住 altercanalic core的这些分子 所以你会有 在microtubial上 唯一跟microtubial结合的很紧的 叫做color 这个color protein CO有的也有 等一下你会看到就是那NC AUC80 然后这个color呢 会跟另外一个alter 就是altercanalic core的protein做结合 然后innercanalic core 这边也会有一个分子出来 跟这个分子对接 然后橘色的才是你的microtubial 没有完全 就是它没有结在染色体上面 它是被这个套住 然后它也没跟这绿色的去做结合 完全没有 那这个color里头有谁 除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 我们刚刚有讲说 如果要分开两个sisterchromatin呢 color呢 color跟分开没什么关系 那两个sisterchromatin呢 到底是谁把他们盯了 然后到时候为什么会被分开 既然我的这个penalic core 跟它没关系的话 那到底是谁做这件事情 那做这些事情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结构 叫做cohesion 它里头有很多小分子protein 都是叫什么smc啊 或是scc啊 1啊3啊 这个 你有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说它是cohesion的一个成员 那它呢 主要呢 是把这两个sisterchromatin 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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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在一起的人哦 把他盯牢就是淘汰 所以 他什么时候才会在这边盯牢 metaphase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你的细胞 如果在搞g1sg2的时候 g1s的时候 它被复制出来 对吧 g2的时候被复制出来 然后到metaphase 他们才会跑到中间的时候 那总是要有人把它盯牢 盯牢 盯牢的就是这个cohesion 那cohesion呢 在整个cell cycle 扮演什么角色 假如说 这是你的sisterchromatin 两个嘛 然后要把它盯牢 其实盯牢的范围还蛮广的 黑黑的这个就是你的cohesion 中间这个是你的canal core 连着你的spindle fiber 到你的pole 这样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 哎 把他们盯牢的 真的好像不是spindle fiber 真好也不是canal core 这样 但是呢 我们从 我们要到anathase 到tilephase的时候 是后面要分开了 对不对 到底是谁允许它分开 就是这两个是sisterchromatin 到底是谁允许它分开 那我们看上面就是有smci sccr1 和3 他们会被一个酵素切 那个酵素叫做saturase saturase 那这个saturase呢 它好死不死 你为什么在anathase才会出来把它切断 那之前为什么还没制造出来吗 还是它没有活性 它其实一直都是在细胞里头的 那它的活性是被抑制住的 它被谁抑制住呢 它被这个sicurin 那这个sicurin 有没有 它被sicurin 抑制住 那这个sicurin 会跟saturase做结合 结合的时候 这个saturase呢 就不会乱来 到处去给它切断 它就乖乖的在这里 然后呢 在 到anathase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个 我们之后会 我们之后呢 会来说 在cell cycle regulation 会介绍你几个 主要在调控这些 什么时候该活化 什么时候不该活化 的主要的调控的成员 中间有一个就是APC 是anathase的promoting complex 我们cell cycle的这些regulate 的第一个发现的是 metaphase的promoting 这个是anathase 那它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去 它会去把ubiquity 结合到这个secret上面 那secret就会被ubiquination 那ubiquination的下游呢 我忘记你们了 没有学ubiquination 没有喔 我下次上课再有ubiquination 跟它的实验分析 跟大家说明 那ubiquination呢 就是很多ubiquity 结合到这个红色上面去 那这个secret呢 就注尽要被送到细胞质里头去 现在核里头对不对 所以它要被送到细胞质里头去 脱去的手里头去做瓦解的动作 它ubiquination呢 就会让它跟secret分开来 因为secret呢它要到核外面去 那被分开来的时候 它就被活化 然后它就会去把这个 这个cohesion呢 去把它切断 那它被cohesion被切断的时候 两个secret就不会被冰牢了 然后它们就可以被分开 那这个分开的力量 才是你的microtubium用辣的 这样可以 要有人把它分开 它分开是separate来分开的 它是被cohesion固定的 这样可以 好 那有关这个regulation 等一下再 就是可能下一次上课再说 那这mitosis跟meiosis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cohesion 来把它丁牢 meiosis刚刚讲的是这个 两个sistachromatidina 那在meiosis的时候呢 会比较不一样 那你meiosis跟meiosis 只要是搞不清楚 又忘记 回恰翻你的campbell meiosis呢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在分身的时候有讲过 就是它会做 homalicus recombination的动作 然后一样的region 它会做pairing 然后你要互换那个material的时候 你会有个holiday junction 你会有个chiasma发生 那要固定这个chiasma这个结构 这里要做你的homalicus recombination 这个固定这个结构 你靠的就是cohesion固定住 所以cohesion不是只有在 在meiosis固定你的sistachromatidina而已 它在你的meiosis的时候 你的chiasma也是需要它把它固定住 你才有办法去做homalicus recombination 这样可以 所以要记得 cohesion其实还蛮重要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是 但是他们没有了 然后我去找下面的这个配合 然后放上去的 你如果对它有个兴趣 你再去看 不然这个配合我看了 我也有点痛 那这个是把刚刚的那个canatical 把它的细节呢 写得详细一点 那我稍微说明你不一定要记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我这些家伙的存在 你不要说 谁是 不是NUC NDC8 谁是NDC8 你还没听过 什么是MAD 你好像没听过 来 这边跟 跟染色体相关的这个canatical 是Innencanatical 这些都是Innencanatical 外面这些 跟之后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micro tube 这个不是micro tube 这个不是micro tube 我这里没有画micro tube 跟micro tube相关的这些 这些叫 Ultracanatical 这样可以 那 Ultracanatical 这几个紫色的 就是 残绕在那个micro tube上面的 那个颈子 那个colour 那个领子 不是颈子 是颈子 那叫colour 那这个NDC8 就是主要去跟micro tube 结合 就是把它套住的地方 那这边还有一些 Ultracanatical的分子 你看MAD 还有CDC20 你只要看到CDC的 或是看到Aurora的 这几个 尤其是CDC 你就要知道说 这个分子一定是跟cell cycle有关 好 然后 CEN 如果看到C 跟centrum也有关 这些分子就是跟centrum也有关 那CDK跟cycine 也是跟cell cycle 有关 所以假如这里 太多 太多543的那个家族成员在这里 根本不记得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呢 如果这些字跳出来 你大概要知道说 它大概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这样就好了 可是我也对不起了 那这个MAD 是比较不一样 CEN 会在 只要是跟centrum也有关 它会在其他的那个研究 你会再看到它跑出来 那右边呢 这个是跟micro-tubial结合的时候 左边呢 是没有跟micro-tubial结合的时候 它就同样都是从刚刚那篇table来的 那你会看到这个 MDC80 它就会结合 就是它是那个column 直接结合到micro-tubial上面去 然后它会跟其他的分子 像是 这个绿色这个MAD MAD1跟2这里 还有这个MIS-12 MIS-12 它 这个是直接跟NDC80结合 然后 在Inner-canalical这里呢 叫做SEFP senPT的分子 去跟这个MIS-12结合 它是靠这样子跟染色体 去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那如果没有micro-tubial过来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看到说 这个是Inner-canalical 这个叫做Alter-canalical 刚刚讲的MAD都在这里 它是用不同的方式 被聚集在那里 等micro-tubial来的时候 国画的时候它 你主要就是靠这个 NDC80去把它套住 才有办法跟其他的分子做interaction 这里可以 这里有点小复杂 但你如果觉得 老师你讲的很棒 没关系听听就好 考试不会考这么细 但是 你的研究都已经做到这里 我还是必须要update 你们 比较新的知识 所以刚刚讲的是Aniface 最主要 我们看到 两个是在Chromative 分开 然后被拉到 两边的Pole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Telophase Telo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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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染色体的端端 对不对 所以Telophase 你只要看到这个字 你就要知道 它是什么什么的 最后面端点的地方 它有几个主要的 也是有三件事情 你要知道 一个是Nuclear membrane 你可以开始看到它 然后你会看到Nucleolus reform Nucleolus是什么 你的Regosome synthesis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看到它要有一共 再来就是你的Cytopenesis 你可以看得到Cytopenesis开始 看得到 那主要是因为你看到 这个Cleavage furor出现 但是它的机制是从Aniface就开始 你眼睛看得到 那是因为 显微镜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 凹了一个洞进去了 那这就是Cytopenesis的地方 这样可以 那这个英文字 就是它的专 这有专有名词 你不能说它叫Oido 这个叫做Cleavage furor Cleavage 就是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Cytopenesis Cytopenesis 刚刚有讲过就是Cytoplasmic的那个 separation 它分开 完的时候 你的Mytosis才叫结束 你一定要Cytopenesis结束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染色体分开是先开始的 Aniface就把你分开来 然后到Tetaphace你的Cytopenesis才会完成 所以Cytopenesis在Cytopenesis后面 所以你的Cytopenesis是complete the process of cell division 你若没有它 你Cell division不能说你已经结束了 然后它是在Aniface的时候开始的 那些机制都是Aniface开始 所以一定是跟刚刚讲的那个 Aniface Promoting Factor有关 那个Aniface Promoting Complex有关 因为它是在调控Cell Cycle 最主要的一个分子 分子机制 所以它如果看到那个Membrane 中间有个Cleavage furor Membrane一定是被谁做的什么东西才会凹进去吧 你叫它这样想 那左边这是动物细胞 右边是植物细胞 那动物细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从前面见它凹了一个洞 Cleavage furor 植物细胞看不出来它凹一个洞 因为它有个Cell wall在硬邦邦的 所以看不出来它凹一个洞 但是你如果把它切片拿下来看 或是细胞 或者你在养植物的细胞 它中间会有个Cell blade 所以一样再来 专业的名字 Cleavage furor 就叫Cell blade 那这边的Cell blade 主要是由里面的这些vascular 去Fusion 然后就把这个形成一个Membrane 在这里 Fusion之后形成一个Membrane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东 我们先看一下植物有植物 等一下又不再讲了 那这个Assembly of the Cell blade 在Late Anaphys 一样就跟动物细胞一样是Late Anaphys 就开始了 然后它会先形成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叫做Frenoplast Frenoplast 这个植物才有动物没有 最后才形成一个Cell blade 这样可以 好 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颜色 这个在Alfred的Membrane Cellular 它有一大段都在讲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 你如果喜欢你就看一下这样 看一下 那Cell fusion 记不记得我们在 就是Vascular Transport 在讲勾局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 这些Membrane是怎么Fusion的 你如果忘记 Fusion的机制都是一样 Membrane一定是很靠近的时候 中间你变成Hydrofogic的时候 你的Membrane 它的所有的成员 就会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如果忘记 Membrane Fusion是怎么形成的 就记得回去看一下 Vascular Transport 那个章节 那刚刚看的是植物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动物的部分 那动物呢 这个叫Cleavage Fural 主要它会有这个 凹进去的这个现象 是因为 这个Membrane的整个环绕一圈呢 形成了一个叫做 Contentile ring line 所以这里就很明显 有人好像绑了一条像的一件 然后很大力的把它捏紧这样 然后你就会 那边就会被紧缩 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凹洞出现 那最后 就会被分开来 那这个 这个结构 这个样子 这个Phenotype叫Cleavage Fural 造成Cleavage Fural的那个结构 叫做Contentile ring 主要是Actin在里头 那它不是只有Actin 它还有Milesin在里头 这个淡蓝色 这是Milesin的地方 Milesin在这里 它不是全部 中间就是你的Spin 那个Microtubule 所以这个一般的染色 然后染Microtubule 然后特别染这个Milesin 让你知道说Milesin在哪里 大量的表现在那里做够 那这个Cytokinesis呢 主要是Actin 这个Filament形成一个Ring 这圈在这里 主要是Actin 跟Milesin2的Filament 应该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PVD 我好像忘了把后面这个改掉 麻烦你自己改一下 Milesin也可以 但是比较正确 也是Milesin2的Filament 好 两者在一起 那负责把这个Actin 跟Milesin2呢 他们请到这里来的人呢 叫做RAW-A RAW-A 这个分子是一个很小的GTPS 然后它 它其实就是负责把Actin Milesin 全部都是加在它上面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分子 但是真正做工的 就是真正去做 那个收缩的这个动作的 就是Actin跟Milesin 这样可以 好 那在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 刚RAW-A 叫它们过来 那Septin呢 Septin这个分子呢 它是一个Scalfor Horting 然后它会在中间这里 然后跟Actin跟Milesin讲说 那你就是要来这里 它给它们挂钩用的 它是一个Scalfor Horting 它本身不会去参与 Contract Horting的工作 但是没有它 Actin跟Milesin没有办法固定住 所以它主要是来固定Actin跟Milesin 所以有它在的地方就是你的Division side 那有一些课本 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课本接来的 它会把里面的这一个 Actin跟Milesin的结构叫做 ActinMilesin ring 那你如果看到像刚刚这个叫做 Contractal ring 是讲整个结构 连你的Raw A 念你的Septin之后到里头 但是如果只是 这个Contractal ring 真的是在做伸缩的 有一些课本会另外写说 它叫做ActinMilesin ring 那有一些课本会写Mile 1P 或者Mile D都有 但是就是最新 就是大概你里面的成员 就是这个ActinMilesin ring的成员 大概是Actin1 跟Milesin2 heavy chain 跟Light chain Light chain是MLC1跟2 所以我不知道 大概是之前的比较旧的课本 超过来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通常都会写Milesin这样子而已 那你要记得有Milesin heavy chain 跟Light chain在里头 Light chain分作Essential light chain 一个是Regulatory的Light chain 这样子 就是很多 你要发现 大概研究的做越多 就会不会多分子出来 然后就好像要搞死我们 要背这么多 其实我也背不起来 到时候 就是Nandy好像听过也好像看过 这样就好了 我不会靠你这么细 好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Actin跟Milesin这样子 那这个Milesin 以Milesin来讲 Actin跟Milesin 为什么知道说 时期干倒 我要在那里表现 然后做这些事情 它也一样受人家调控的 以Milesin light chain 刚刚Light chain说它很重要 一个Essential chain 一个是Regulatory chain来讲 它前面呢 会有一个activation domain 一个inhibitory domain 一开始呢 它们全都是被磷酸化在上头 大部分的分子 如果就基因上面 如果被磷酸化 通常呢就是被移植住 通常也有 也有那个 就是异常的状况 那这个inhibitory side 这个被磷酸化的这个位置呢 在Innerphase的时候呢 它会被 应该是说 在Metaphase的时候呢 这个MPF进来 那有phosphatase呢 就会把这个磷酸根拿掉 phosphorylation 都是需要pinase 然后把这个磷酸根拿掉 Dphosphorylation呢 用的都是phosphatase 好不好 phosphatase 虽然说它是把磷酸根拿掉 你看它的字 后面那几个字 ASE 这个酵素它要做工还是要靠ATP 但是它不是做phosphatase 它是用phosphatase的工作 那 这个拿掉的时候 inhibitory的 那个 那个 散 它就会拿掉之后 就可以 Moulson light chain 就会被制造出来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这个cell cycle Q1S G2M 就看M phase这里 那你的Cytokinesis呢 是发生在Late Mitosis Phase 那这里头呢 很多 刚刚讲过很多分子需要出来工作 你这边有Contra-tile ring 这边有一些Spindle Fibre 要去把Cystechromatis分开来 那刚刚Contra-tile ring 就Miosin,Axan,Septin 这些东西 需要被好好的调控 然后他们前面还有那个 regulatory的那个地方 不是被phosphorylation 就是被Dphosphorylation 那所以这些都是跟它相关 会调控它的分子 那下面左下角这边呢 这些是在Kinetic Core 去Separate Cystechromatis 那个Sentia aurora being survivant 这些都是跟 Cystechromatis 跟Spindle Fibre有关的分子 所以这些呢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点 要去做这么多事情 一定是要有人来好好的把它谈控 那抑制 抑制 抑制它的呢 抑制它的 是CDK1 跟Cystechromatis 抑制 抑制 它有抑制 它就会有刺激 对不对 所以Cystechromatis 靠的呢 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 调控Cystechromatis 的成员 然后他们决定 我什么时候进来 我什么时候要抑制它 那我什么时候要去活化它 要先记得 就是会有一组像这种人马存在 这跟Cystechromatis regulation有关 好 从 刚刚划了 一个多小时 讲了Cystechromatis 这其实就是帮你复习一下你的Campbell 我们复习完毕了 就开始来 进去看Cystechromatis 的几个实验 那之前的研究到底做了什么 那这个应该是 Campbell也有 但可能写的不会太详细 课本也写的 比较不那么详细这样 我们来看几个Cystechromatis 的System 那这个课本 有课本的图的 主要的就是 这是G1 这是S G2M 那在G1 有个Checkpoint 这个Checkpoint 主要就是 你什么时候要进去S Phase 我要给你检查一下 我要做DNA 甚至死的蛋白质 这个是不是都做够了 没有的话你就不能进去S Phase 这样可以 所以它自己本身就有个机制 要检查说 你要进去S Phase 准备好了吗 然后在G2 Phase 这里也有一个Checkpoint 这个Checkpoint G2好像一副没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家伙 因为它时间又比较短 但是G2它是M Phase的前面那个阶段 所以Regulation在G2就很重要 你要是没有准备好做细胞分裂 你就不要轮进去 所以这个Checkpoint很重要 你长得不够胖 然后你DNA没有 没有办法联队在里头 那我就不让你去M Phase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分裂工作 最后一个这里是M Phase 所以其实很多Checkpoint 那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等一下还有一个很重要 这个M Phase的Checkpoint 就是你分裂完毕 它就会准许你出去Sales Cycle 你可以选择出去或是继续下去 你可以选择出去或是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M Phase的Checkpoint 还蛮重要的 再来 要讲科学家 这三个科学家很重要 第一他们三个都还活着 他们在2001年的时候拿到诺贝尔奖 但是他们三个呢 研究Sales Cycle 这些Regulator的时间 大部分是落在1975年到1990年之间 就这十几年的时间 他们大部分都是1978 80开始在做Sales Cycle 相关的研究 那前面这是Lee Hartwell 中间这是Paul Nurse 然后后面这个是Tim Hunt Paul Nurse跟Tim Hunt 他是英国人 然后Lee Hartwell是美国人 Lee Hartwell做Sales Cycle的研究 用的是Sacromacy Servicia 就是我们一般做那个啤酒 我们讲的啤酒酵母圈 做面包酵母圈就用它 好 这个Paul Nurse用的是Schezo Sacromacy Bombay 通常都会讲说这是Seresia 这是Bombay 就这样把它们分开来 那你会发现这两个都是酵母菌 不是所有酵母菌都长得这么可爱 好不好 都长得像这样 像大场感觉的样子 但是这是他研究的Model 那Tim Hunt就更好玩 他拿的是那个Sea Urchin 就是你的海胆 那Lee Hartwell他是California Caltech 就是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我们讲的加州领工大学毕业的 然后他在 他也在加州领工大学 拿到他的PhD 后来呢 他的博士和他的一些研究 他就跑到那个 那加州马西海岸 然后就往上爬 爬到那个西雅图 那个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所以那 我去 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 这个学校 它的East Genetics 超强的 因为有它在 所以整个酵母菌的 那个遗传的研究 做得非常 假如说你对 酵母菌的这些 遗传的 线像或是机制 你有兴趣你可以去 那个Genetics 就是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Genetics 那边去学 因为他把它带过去 他把他整套研究方法都带过去 但是后 所以他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那里呢 发现了什么是那些CDC的 那些蛋白质跟基因 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大部分 跟cell cycle 调控就是他在 华盛顿大学的时候发现 那后来呢 他拿很多奖 除了这个诺佩尔奖之外 他拿很多奖 他后来 其实他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 他跑去那个Frey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他是在美国三大癌症中心之一 就是专门做血癌 就是血癌的那个一个研究中心 那他就把他的cell cycle 这个basic science的理论 应用到治疗癌症上面去 所以他其实贡献蛮大的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那个Frey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的照片 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Frey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这么大片 很漂亮 你看他就在那个Culture Sound 就是一个海外一边 然后风景优美 然后你又可以 我们那时候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教授 因为华大就在这个另外一边 然后他们去上班或者是回家 他都会开着船上 不是开这样是开船 好不好 我们老板他们都是开船上下班的 那后面这个 日本人很喜欢那个西亚 就是他们以为这是富士山 他长得像富士山 这是Mountain Rainier 那这在华大里面那个校园 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如果以后有兴趣去 去出国去念书研究或者是工作 这是Frey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是一个很好 我之前在那里当工读生 当的不是很长 比较短的一段时间 因为他就是需要 人帮他做Self Couch 所以这是 我忘记我看到哪里出了 所以刚刚那个是Frey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第二个Ponus 你们有看到什么Self Couch 就是他的爵位的那个名称 所以他是英国人 他是 他的大学跟他的PhD 都是在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那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不像牛津啊 不像剑桥那么有名的大学 但是他的Postar是在奈丁堡大学 所以他念的都是英国的第二期的那种大学 算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他研究了 做Gel Cycle有名了之后呢 他后来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他后来就一直在牛津大学这样子 那他牛津大学完之后 他2000年得到诺贝尔奖之后 那个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讲 几个诺贝尔德国 他们都喜欢去Rockefeiler University 他后来就被请到Rockefeiler University 然后去当那边的那个校长 还是董事长就是President这一类的 那所以他后来就留在美国这样子 他做这个CDC研究是他在爱丁堡的时候 所以这是他在做Postar的时候 他用的这样子的一个animal model 那因为他把他的整个研究带去Rockefeiler 所以Rockefeiler记不记得之前 Rockefeiler旁边有Cold Spring Harbor Cold Spring Harbor Cold Spring Harbor做很多分子生物的研究 所以那边的一个橡母菌 不是橡母菌 East的那个研究团队呢 如果是以看基因体的研究来讲 是以这个Sacomais Bombay为主 然后所以东岸是以这个为主在做研究 很奇怪 西岸是以这个在做研究 目前就是几个橡母菌的研究团队 大概就是分散在这两边 那Sea Ocean这个比较有趣 就是Tim Hunt Tim Hunt他是一个生化 他是研究生化 刚刚那两个都是做纯生物 然后Tim Hunt其实做生化 然后他应该是说他大学念的是 是那个Cat Ridge 剑桥大学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然后他后来是在 他后来大学PhD毕业之后 他就去 那个叫什么 他去了一个地方叫Wutzhoe Wutzhoe是在Matsuchus 就是在美国 他大学PhD拿之后 他就有一天就去Wutzhoe 那Wutzhoe 你们以后 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了 对不对 以后寒暑假有空 记得我说过Cold Spring Harbor 都会办很棒的研讨会 或是工作方你们可以参加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Wutzhoe 那Wutzhoe 纽约在这里 Cold Spring Harbor在这里 那这是Wutzhoe Wutzhoe是那个 古时候 就是以前那个有钱人家 住在纽约的有钱人家 夏天跑去避暑的地方 叫Wutzhoe 那这边 你看 这个Wutzhoe的研究中心 这么漂亮 然后夏天呢非常凉爽 就是夏天 大概只有美国人可以穿带 所以我们去那边大概 都是要穿 穿长胸 因为有点凉快这样 那这个地方有 这是全世界前两大做海洋生物学研究的地方 Marine Biollys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那个 喂 金鱼 金鱼他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是在法国 穿梦青的研究中心 法国有一个 后来被欧盟整个 拿去做欧洲的一个 海洋学研究的联盟去 那这两个大概是全世界做海洋研究 做得最好的地方 那这个Wutzhoe 他其实 夏天到的时候 他就会办很多工作坊 像你在Cold Spring Harbor看到工作坊 会在这边开 所以他不是只有做分身 他另外一个 他有一个分身的工作方 做的还蛮大的 另外一个工作方式做动物 他实验动物学做的蛮搭在这里 就是 那个 我不晓得会不会讲到 Charles River这个实验动物 那实验动物学有一个很大的基地 就是在东海岸 所以他每年要做一些 最新的教育训练的时候 他都会用文字号 所以你可以在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就上里去看 看Wutzhoe 叫Wutzhoe Wutzhoe的这个中心 他有办什么样的研讨会 或是工作坊 或是Cold Spring Harbor 就要赶快去登记 不然他一下子就被抢光 他真的很快就会被抢光 这样子 我用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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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 就是 刚刚是他们得奖的样子 他们老的就长这样 是有点头发都全都变白了这样 那 Tim Hens就是因为他去Wutzhoe 去参加了研讨会 然后呢他就喜欢上这个Sea Urchin 他就觉得这个海胆 Wutzhoe那边 龙虾海胆一堆 就东西就很好吃 他不是去吃 他去拿它来做研究 所以在Wutzhoe的实验室 就有专门拿Sea Urchin 在做研究 然后他就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拿来做 animal model做研究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等一下 再讲到他们的实验的时候 就要记得 他们都是 这两个 是用遗传的方式 找出Sea Cycle Regulator 右边这个是用生化的方式 找出Sea Cycle Regulation 这样 那刚刚 这个G1 还是G2 M的 这一个Sea Cycle 我们刚刚讲 它有三个很重要的Check Point 其实 这里 有写的比较详细一点 但他写的方式 你就会看 Check for favorable Sea Environment 你不要说 老师你刚刚讲的 你跟他不一样 你就是 看到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适不适合让你 就是Sea Environment 适不适合让你走进S-Face 那什么叫做 适不适合走进S-Face Environment S-Face 要做的所有东西都要背起 这样懂? 所以 你如果看到像课本 英文显这样 你不要就死死的这样准备 就是要知道一下 他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 你刚刚没有讲 但是你也可能要推一下 你的DNA如果有DNA的话 你的染色体呢 如果有 在interface的时候被破坏 在G1-Face都被破坏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去把这个被破坏的DNA修复好 如果没有修复好 它不会让你走去S-Face 不然的话 那个走进去的话 它可能就会复制到你Mutation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 这边有另外很重要的 Checkpoint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看DNA是不是有damage 有damage的时候 我们在讲P53的时候 我们在看它是用什么样的机制去 去调控 什么时候该去修复 什么时候修复不成叫你去死 好 修复好 你怎么样再回到你的cell cycle 有时候要修复错误 它也 它没有检查出来 Mutation就带进去了 那G2的Checkpoint是 Make sure DNA is fully replicated and undamaged 所以这里 它讲undamaged 是说这里还有一个DNA damage 的Checkpoint在这里 Enphase的Checkpoint 主要是看 Quarmazone的Spindle 那个Fiber attachment 有没有分开来的 没有分开来 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Metosis的Enphase S呢 这是我画的 它有一个Checkpoint就是 你要Make sure DNA replication 是Fully Replicated 这里也有 老师你怎么这么麻烦 你这里还要再做一次 这里也要做一次 然后还要Make sure它没有DNA damage 就这样 好 好 那G2F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 它叫做Restriction Point 那这在分生的时候有讲过 这个是假如说你的细胞是出去 在Seal Cycle外面 或是你现在停滞在G1这里 那你要往下走呢 你会被这个Restriction Point卡住 卡住主要是因为你如果通过这个Restriction Point 你就一定要走Seal Cycle 我说走Seal Cycle 我不是说进入S Place 所以这个Restriction Point 跟你的G1 Checkpoint是不一样 不一样 G1 Checkpoint讲的是 你已经在走Seal Cycle 那这个Restriction Point 是什么时候你要继续走Seal Cycle 或者是进来Seal Cycle再走 这样可以 这是不一样的Checkpoint的地方 那在Procarial 这个叫做Star Cycle 那在Eucarial 它叫做East 它叫做Restriction Point 所以Restriction Point 主要Re-Enter G0 Phase Make the key decision of whether the sales demand Delay division 或是Enter a resting state 所以这些Interesting stage 它就要出去 Delay division 它会比较慢 Delay有一个 它没有时候Stop 也没有时候出去 那这里叫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进去了 你就出不来了 你要出来不行 你要出来 你要走完这一段 你才能出来 你不能在G1的时候出来 你一定要走走走走走走 你才能出来 所以它叫做Point of No Return 对不起 是Star Sign in East 刚刚讲错了 那所以 几个Transition Point 就是刚刚regulation的Point 这里 这个PPT是可能的 那它会这样子弄一张PPT 表示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它叫Key Transition Point 它主要是几个 你要Check Point的Condition In Sale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You will Proceed 就是在Sale Sector 是不是会继续的走下去 继续的执行下去 那刚刚讲的 那Star Sign in Recession Point 就写在这里 那最明显的 Recession Point的 决定的因素 这是决定点 对不对 决定的因素 就是你有没有Growth Factor 还有没有营养 两份 Growth Factor 这个为什么叫Growth Factor 这个蛋白质加下去 这个细胞就会长 对吧 不然它干嘛叫Growth Factor 不一样的细胞 有不一样的Growth Factor 所以你Growth Factor加下去 它就会快速生长的那个因子 就是会刺激它走进去 Recession Point的Factor 所以大部分 百分之一百的Growth Factor 加进去 就会刺激它走上 所以你不会想到 那这样子的话 有的 癌细胞 一直在走Cell Cycle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不给它吃Growth Factor 对吧 不要给它吃很多养分吗 不吃饭吗 想一下 你不做不给它Growth Factor呢 大部分的细胞就是静子 但是你如果不给它养分 所有细胞都会受影响 对吧 好 那你想想看我们在做 Kemotherapy的时候 化疗的时候 化疗的药物是影响到Cell Cycle 我们讲到Cancer的时候 会再讲一次 但是你要想到 哪一些细胞是在走Cell Cycle 我们身体上不是所有的细胞都在走Cell Cycle 对吧 如果所有细胞都在走Cell Cycle 你的皮肤就是凹凸不平 那你的骨头也会比较长这样 所以大部分细胞其实都是怎样 在休息状态都在Cell Cycle 所以真正你如果Kemotherapy 你用的是药物去抑制的话 其实只是抑制住那些 正在快速生长的细胞 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到 在那里休息的细胞 这样可以 所以你用不一样的方式 在治疗这个病的时候 结果会不一样 就有点不一样 不吃跟用药物 就想想看汉哥会有点不一样 那这些只是像刚刚的几个 check point 我好像是把它整理在后面的这PTT 这G1的check point 所以你要check很多 Is cell big enough? environment failable? DNM damage? 没有 那你如果 你这边呢 不是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课本这样写 就是你要出去G0 应该是你不能进来G1 好不好 你不能进来G1 你可以在那里delay 就是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涨到好以前 你其实是禁止在G1这个state 不是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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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课本会这样写 就是让你知道说 这个regulation的这个check point很重要 那在G2的check point 就是DNA有没有replicate 那有没有涨胖 那如果没有涨胖 你要去做Cytocondensis 也会比较不好一点 那M phase呢就是M phase呢 M phase呢 比较特殊就是 它要看你的System property 有没有分开 所以它的check point呢 就是你 有没有从Meta phase走进来 我的Ana phase Ana phase才会分开 对吧 所以Ana phase要是没启动呢 它这个check point 就是一直停在check point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一直在M phase Meta phase之前就一直禁止在那里 我也没说你是出去G0 就是停止的话 会停止在Meta phase 所以假如说 有不够大你要怎么办 停止在G1 phase 那这边如果没有办法 跨过这个M checkpoint的时候 停止在Meta phase 那这个是cell cycle 我们讲cell cycle 讲不是cell growth 然后就讲细胞的 就是在G0 phase 讲的是cell differentiation 所以我后来就自己存放 又不太喜欢课本写的那个样子 那这边呢 Metosis走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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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们先举了两个 一个是Calia 心肌细胞 Calia marxia 还有一个神经细胞 Neurons 那这些细胞呢 都是 No capacity to generate additional cells 它没有办法再去 再去 如果你已经是成年人 他没有办法去做细胞分裂 然后再去把它变得更多 所以他一定是有什么干细胞在某个地方 就是你已经变成人的时候 干细胞在某个地方分化成Neurons 才有办法做replacement 那这些细胞你看 它别会指这两个细胞 是因为心脏跟神经 常常人老的时候 常常这两个细胞 或这两个细胞相关的系统 如果受到扣坏的时候 那很难治疗 对不对 你就发现一些Alzheimer disease Parkinson disease 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 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干细胞来治疗 这些细胞都可以活很久 活很久 你的血液细胞活得久不久不久 所以相对他们的干细胞数量少 因为你的这个人这个个体 就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 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帮你产生了这么多 Colio-Milocyte跟Neuron 然后他们寿命够长 所以这个个体就会觉得说 我不需要帮你储存太多干细胞给你 因为我给你做很多在这里 然后呢它又活得够长 所以你会发现 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细胞 就是寿命够长的细胞 它干细胞量少 你要做replace 你要它做cell cycle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它已经分化了 它在外面 它没有办法做 它没有capacity去做regeneration 然后有一些呢 它是它是在距离face的 这个叫做terminal differentiation的细胞 那有一些它在距离的face呢 像我们大部分的epithelial cell 肺脏 receptory system Liver Kidney Indocene 这些 还有我们常见的fibroblast 还有血管的Indocene Smooth muscle 肌肉这些都是 这些细胞呢 它大部分都可以分 就是分化成上表体细胞之后 它分化成上表体细胞之后 它不会在这一边 它会在这边 它就是在g0face等着 然后这些细胞呢 假如说它被破坏了 它旁边有很多 它的干细胞的粗藏量 比它多很多 它就会 所以只要收到Gross Factor的讯号 它就会进去seal cycle 再复制 然后再出来分化 然后再回来这边 再来等 再来等 那它再等 没什么事情 就是等着变老 我们说quireson就是这样 quireson就是静默的 在来等着 等到它的寿命起到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senesis 就是衰老 衰老启动 它的后面就是optosis 所以几个跟寿命相关的机制 专有名词 没有等号 我们刚刚讲是seal cycle 然后刚刚那细胞分化 differentiation 在这边它叫做quireson 就是衰老的静默 quireson时间到了 就会senesis衰老 衰老完之后 它就会optosis凋亡 要可以 刚刚讲的呢 那几个都不在seal cycle里头 所以细胞要凋亡 它也不会在seal cycle里头 细胞quireson cell 它也不会在seal cycle里头 这几个都不会 虽然说我们可能只会讲到optosis 其他几个quireson 跟senesis 你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然后它们都没有等号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时间上的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细胞受命的时间上的关系 这些叫做stable cell 因为它就是非常稳定的 不会 没有什么activation 或什么都不太会 就是quireson细胞在那里 这边是比较stable的细胞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seal cycle的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里面 我要讲的这三个是 就是刚刚那三个科学家做研究 发现seal cycle regulator的这些分子 是怎么找出来的实验方法 然后我下礼拜还会补上 我记得我这次PPT没办法 会补现在seal cycle的比较常见 就是配合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实验方法 那第一个这个seal fusion experiment 是最早的seal cycle的实验方法 然后再来就是Tim Hunt用 用那个seal urchin做的biochemistry biochemistry不是只有seal urchin 另外一个就是xenopus oil xenopus就是这个牛蛙 这也常常被拿用这个biochemistry的study 所以我们会前天如果有时间就接上 没有就下礼拜接上 然后再来就是Paul Nerts 跟Lee Harwell用的east model做的研究 那一个就记得圆圆的是sacomacy 那常常的就是宝贝 那seal fusion experiment呢 都不是他们三个做的 是Raw跟Johnson做的seal fusion experiment 那这个很有用 这个seal fusion experiment 应该是看比如课本上也有 就我不要每一个秀 他其实就是把两个 那个所谓的核 细胞核 里面这个细胞核 长得不一样的 两个不一样时期的细胞核的细胞 那一个是GIN1 你看GIN1它就细细长长的 然后再这个M-phase呢 就胖胖短短的 那这个核 这个核 在你显微镜看得到长这样 湿 就一清二楚 不会骗 那等一下 我给你看大概怎么做 那它 这个是被打破 你的nuclein 细胞核 连核膜都破掉你才会不好 这些染色籍才会不好 吞出来给你看得到 所以 这是已经被固定 然后破掉 那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能就是 不能把它弄破 然后把这两个细胞 放在一起 Fusion Fusion完之后 你就看咯 这个 这个是M-phase到 GIN1-phase到M-phase 他就会发现 这个原本 GIN1-phase 长这样的核 就Sale Fusion 完了之后呢 它核呢 里面的样子 就会长得像 GIN1-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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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 这两个科学家就先下一个定论 就是说 那这个细胞 里面 有东西 会去改变 这里面 的 调控 那时候 他是把 M-phase的细胞 跟很多 混 他后来 后来 他也做了其他的研究 就是把 GIN1-phase 然后你就会发现 GIN1-phase Nucleus 会变成S-phase 也就是说 S-phase 里面 有一些物质 会让 GIN1-phase Nucleus 变成S-phase Nucleus 那 这个叫做 Hetrocarion 两个在一起叫Hetrocarion Carry 有没有 Carry 就是细胞核的意思 那 这是Sylfusion的实验 那这个是 一般 我们在 看 要看 这个染色体 的时候 那Sylfusion 里面的chromosome 怎么看 那染色体的核心处 也是做一样的实验处 那通常 大部分 只要有 那什么 遗传中心的那个 的那个地方 都会有 都会做这样子的实验 大部分 如果要发报告的话 都要低检师才能做 但是很多那种 遗传中心里面 一般 一般 只要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又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 就不需要 你知道 不要发报告的话 那你也是可以操作 那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Nucleus Nucleus 这个它没有破 如果这个膜破掉的话 它就会 里面的染色体 就会喷出来 反而 这个大概是 40倍的显微性 大概是 40倍 还是100倍的显微性 下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是没有破 所以外面有一层膜 看成是黑黑的 那全部都被 就会框在那个圈圈里头 那这个破掉就是没有膜 那请问你怎么把它打破 你要怎么把它打破 今天我拿了一个细胞 然后我说 这个正在走 0 cycle 然后我用掉 把它请在hand face 它就会胖胖 胖胖的 看起来会比较粗一点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打破 它这个就是没有打破成功 那这个是有打破成功 它就会散拍了 那要怎么打破 想一下 很简单 不用怎么特殊技巧 你加个 加个存水就好 好不好 你只 对不对 脏破 膜就破掉 对不对 这个实验不是 一般国中的那个生物科就有了 你以后就当老师 那当国中生物老师的时候 第一堂课 这个介绍显微镜 那个实验叫做 拿一个牙签去刮你的 那个口腔内母 然后下面去看 然后给它高浓度的盐巴 跟低浓度的盐巴 然后就会看到破掉跟咒说 有没有 那个实验 那是国中生物科 101 你要记得哦 那个实验你要回操作 请你务必也要带你学生做一次 那超好玩的 因为学生不会用显微镜 但是至少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那个口腔的细胞 他会非常高兴 那你如果有时间 还可以带他们染色一下 拿点酒点一下 他就染色了 拿KOMASI BLUE 他还会染色 这很简单的实验 但是 你可以花你的一两节课在那里 可以杀很多时间 那这个破掉呢 只是磨破掉 对不对 那我另外一个目的细胞 如果说你要看到染色体 我希望它可以散得很开 像这个就散很开 有没有 那这个有的叠在一起 太近了 我可能很难分这个染色体 所以我们通常要 就是加了纯水之后呢 那我们把它滴在锅片上 你滴在锅片上 然后你再 你再把它拿去显微镜一下看 你就算过 下面呢 放个Hot Play 就是大概80度的那个 面滴上去 你希望它 可以粘在锅片上 对吧 然后就是用热把它烤 把那个水分烤掉这样 让它可以粘在锅片上 所以我们下面会放个80度 不要放100度 你就会烫到自己 然后把那个锅片 放在80度的Hot Play上 然后你那个水 加过水的那个细胞 你就从70公分 上面滴下去 重力加速度 你水越高 就是你那个水滴是喷得越远 对吧 一样就是靠那个重力加速度 去把它分散 那太高超过70公分 几乎就喷出去 波片外面去 你就看找不到 就是我们那时候 做过还蛮有趣的 你有空 可以用自己的细胞做做看 但是通常就是要在那个 它在走cell cycle的时候 Metaphase会比较粗 比较胖 比较容易看得到 像这个就是在Metaphase 那这打开来 散开来就会像这样 那一般我们看染色体核心服 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躺视症啊 就要顺身看你这个细胞里头 有多少 多少对染色体 对吧 所以每个 每个细胞破开 完之后就会有这种样子 那以前 电脑没那么 AI没那么厉害 电脑没那么厉害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一检丝就是 来 请你把一号染色体 排到最后 XY 你会把我排出来这样 然后他们就 会照相 把这个相片放大 然后每个染色体拿出来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拼 那是考试题目 那是考试题目 那现在 现在 就是 电脑技术很发达 他现在电脑帮你 都可以振头刀 对不对 他这个染色体也会 电脑帮你剪之后 他会把你 一号染色体剪出来 二号染色体剪出来 那为什么他会知道 这是一号染色体 他怎么知道 这是13号 这是1号 这是15号 21号 21号永远都很短 这个 所有的染色体 它的形状大小 跟它染色之后的样态 都已经被定位了 这个叫做carrier 染色体的核形图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吞在波片像这样 然后你的电脑软体 会自动帮你排成这样 排的方式 它会帮你在深层眼色那边对齐 然后依据你的染色的那个band在哪里 跟你的长短 它会去帮你从1号到最后 到xy都帮你排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ideogram 这个是真正你的carrier type 就是染色体的核心图 左边之道染色体核心图 那这个卡通图叫ideogram 那每年那个遗传学会 都会去update 看有没有新的 新的或是要修改 它每年都会出一本 Iso的ideogram在这里 那记得你如果忘记你的遗传学 中间这个叫做centromere 上面叫做p是partite q是part partite是短的 q arm是长的 你才知道说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 上面你会看到一条一条的线 这个染色体是被染色过 所以它叫做cytogenetic band 因为它被染色过 你若没染色那个DNA 谁看得到这个 它摸到 染色 那为什么会 看你是染GC rich 还是染AT rich 大概有这两种染色方法 这个叫做cytogenetic band 那它染出来就 这个选文记下看就真的长这样 然后比较深比较浅一点 然后这个是centromere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cytogenetic band 320 然后上面短的 其实这个你真的是要看蛮多 像有时候它的orientation跟它的方向 跟它贴在波片上的样子 你看不出来它是短还是长的 那如果真的分辨不出来 你就要再找一个细胞你可以分辨 P是partite是法文 partite是短的意思 Q是quanté quanté就是大的 你们不是常去吃星巴克吗 你们不是常去吃星巴克吗 那你去点那个 点那个latté 就是 如果去美国 那你要星巴克 要点那个大杯拿铁 那你要讲 冠底辣铁 那你就会拿到一杯大杯的拿铁这样 上面呢就是七二米 我刚刚讲七二米 是band的地方 就是端点的地方 然后中间没有染到的 我们叫做lightband 比较深的叫g 叫darkband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cellulite 会在上头 在七二米的地方有时候 会有一些cellulite 那那个每年那个遗传学 会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印成这样 它会印很多种bending 因为就要看你mitosis走到什么时候 然后你要加的时候 不一定加的那么刚刚好 因为有时候呢 染色体还没有变得很胖的时候 就会比较细一点 但是呢 你这个看到没 这个information会比较多 那你如果走到meta face 的很meta face的时候呢 它就会很胖像这样 但是那样子的时候 你的bending的那个资讯就很少 所以你要看你染色体大小 再决定说 你要看的是哪一个 那这边呢 那以这个bending 以这个全目叫都是1.2 对不起 上面是不是写 924.1 那这是924 这是925 也就是说他们从meta face开始做 看到bending呢 就会有一个号码 就会有一个号码 这个9呢 就是从centimeter开始算 1.2.3.4.5.6.7.8.9 它有几条线 这叫924 不是924哦 这是第9个band里面的第2个band的第4个band 那这是第5个band 这已经被捞了很多次了 这是第9个band里面的第2个band的第4个band 那这是第5个band 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域 这是第2个band里面的区域 又看到的band 然后对染色体可以看到非常细这样 所以你就看那个遗传阶 假如说你看那个taple后面说 哪里呢 它的基因的位置是在3p21.3 那表示在pM的2 21就是从centimeter算12 第二个点 然后1.3就是第二个点里面的第一条band 所以它不是什么距离 它是banding的距离来算 但不是什么1公分2公分 不是 它也不是个号码 1234 为什么是924.30 你不能这样减 所以正确加号就是924.1 924.2 不是924 第9个band里面的第2个band 第4个band 所以这个要会看这些染色体的banding的命名方法 那这个就叫做idiograde 只要是看到卡通图它就是叫做idiograde 那大部分 你如果是以后要去考虑解释 大概一个都要配 这个真的要配 我花了大概 我没有考虑解释 但是我想说 我们等一下出考虑解释也要配嘛 对不对 我花了一个礼拜很认真去把它念 然后很认真去练习 这个还蛮伤眼睛的 因为它真的是要写个镜像去看 假如说你对这个染色体有兴趣 其实很多研究中心还蛮缺重的 这样子的产业 会这个的很少 那刚刚讲那个Raw跟Johnson的实验就是 它会把m-phase跟interphase fusion interphase的细胞核 就会长得像m-phase s跟g1呢 那个g1的细胞核会长得像s-phase 那s-phase跟g2呢 s-phase的核会长得像g2 所以依照这样子cell fusion的实验呢 它去把这个g1sg2m的这个流程 这个先后顺序给排出来 就是下一个stage里面有东西出来 前面那个stage的要过去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 Rinicus oocyte 就是那个牛蛙的卵 那时候它会被拿来当作研究 是因为这些卵 然后卵的发育过程 我们叫做Oogenesis 卵叫做Oocyte 对不对 那卵的发育过程叫做Oogenesis 你就看到Genesis这个字 指个在什么什么的发生的一个过程 什么东西发生的过程叫Genesis 这是卵的发育过程 然后呢 那个卵呢 Fertilization 就是你看Oogenesis 那个卵是有一颗 然后越来越大 这个叫做Growth without cell division 它就是一直长大 它没有分裂 还是一颗卵 对吧 然后到什么时候 你的胚胎呢 就是 你的 你Fertilization之后 想说你 受精卵 这边有Fertilization 受精卵呢 它就开始会 让这个受精卵 开始去发育成一个胚胎 那胚胎的发育呢 是 你有Cell division without growth 对吧 你一直细胞在分裂 然后有一些可能还会分化 但是你就不会 再有一个细胞 长得像这个Oogenesis 这么大 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Cell division without growth 所以就有科学家说 那 Fertilization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那这边为什么是会 Cell growth without division 那这边为什么会 Cell division 所以 就拿这只牛蛙来做实验 然后 这只牛蛙 我就先介绍牛蛙丸 后面这个实验 我下礼拜再一起讲 我看你们听得快 快睡着 这只牛蛙呢 其实 作战的命令 牛蛙青蛙 虽然看起来 不像老鼠 但是脊椎动物 现在你如果要拿它 来做实验 你一样 就是要记得要写 那个 要写那个 实验动物的申请书 那它里面的卵 它就直接 你就可以用挤的 就可以把它挤到Petri dish 培养面里头 它很漂亮 没有很可怕 你看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去追踪它的那个发育过程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要去做什么基因的改造也很容易 因为它很大眼睛看得到 你看它放在Petri dish像这样 它比巴马尔盘 那个脸还大 而且它有颜色 比较容易看得出不出来 看起来像不像那个粉圆 三粉圆 对不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又以为是三粉圆 这样 所以它要去 你要去看它的 那个embryo 就是胚胎的发育 一个细胞 两个细胞 四个细胞 非常容易 它可以在显微镜下 就会观察得非常清楚 老鼠也是 老鼠的卵没有这么大 比较小一点 虽然说老鼠 它比青蛙还大只 对吧 那只斑马鱼也比青蛙大只 对不对 但是斑马鱼的卵也还蛮大的 因为显微镜下也看得很清楚 反而是人的那个卵 还有老鼠的很小 小到你一定要用显微镜看你才看得到 不像这个青蛙的 你这样眼睛看就看得到 所以不同的 不同生物的卵它大小没有一定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人的卵是有这么大 好像没有 老鼠的卵会这么大 没有 真的是没有 所以你以后如果想要当胚胎师 有一些生殖医学中心 它会训练一些胚胎师 专门就是在培养这些胚胎师 你就要知道怎么去分辨 分辨一个细胞 两个细胞 三个细胞 四个细胞 所以科学家就会拿它来观察 这个Frog egg的maturation 它的整个发育过程 然后它会给它一些 撕给它不同的growth factor 或者是给它就是in vitro的Fertilization 就是受精 然后看它就是growth without division 然后这是开始做cell division 那后面的几个实验 MPF我们下礼拜一起讲才不会 我今天讲的下一半又听了又忘记了 那从观察这个青蛙卵的发育 到萃取它里面 到底是哪些成分引起这些现象 一开始是由这个日本人 它发明的发现的 发现的 虽然说它最后 最后purify这个MPF不是它 但是一开始是它 它把这个实验方法 这个SA方法给把它弄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下礼拜我会继续把这个MPF 还有East Genetics 还有听胖的做的实验再把它讲来 然后它会在最后会介绍几个 就是现在就是cell cycle的实验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